表演的时候有关注千玺队长的反应 他乐了呀 我发现易老师笑了 而且还挺大声的 哼的一场 对 我刚刚说乐一乐我们就特开心 特别是千玺乐一乐 这是第一目标 对 因为易老师他是一直就是闷闷不乐的 就这样看着你 看着所有的情绪 怎么能够打动到他 我其实就在看着表球 因为我们都很期待 我说快乐 还不乐 是石头从人群里面蹦出来的 易老师就是有一个特别surprise的一个点 因为我刚好就在 我刚好在右手边 我这样看着他 我就看着他蹦了一下 石头怎么回来了 因为其实我们介绍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 我觉得他应该不认识我 但他有可能会认识冯正 我们就介绍就说 易老师好 我们是吹拉弹唱组合 然后可能我说了有点小声 他就问他什么 然后冯正就再说一遍 他以为一开始以为我们两个人在 易老师好 我们是吹拉弹唱组合 吹拉弹唱组合 这有点吵 还一中间再说一点 吹拉弹唱组合 没有三个人 还有 结果石头从中间蹦出来 哇服装又一样的 他就觉得很惊讶 中间就看见 看见去了 就被我们这个 就起舞的节奏带了带进来了 我们跳明珠舞的时候 他就真的是笑出来 就是发自内心的笑 刚好那个麦就在这里 就哈的一下 那一下其实 对于我们的鼓励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走上去 然后说我名字会有点干 所以对 我叫鱼眼灵 我有听见我朋友叫 吴老师 大神嘛 近期的很多编舞 都是Brankley帮我编的 我也会爱找他编 去年街舞的时候 让他帮我编了那个队长秀 我给他想一下 我给你一点点 我给他帮我